原标题,加拿大驻华大使被辞职为观察者往往会,加拿大政府反复宣称引渡案没有政治性,但他们的做法证明,事实恰恰相反。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,当地时间26日报道,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John Callum,在总理特鲁多的要求下辞职。 昨晚25日,我要求并接受了麦加连辞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职务。 多鲁多26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根据特鲁多的声明,麦加连的辞职立即生效,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副手,将在中国以代办身份代表加拿大。 声明称,麦加连过去近20年,为加拿大人卓越服务,他在内阁担任多项职位,包括国防部长,退务军人事务部长,以及最近的移民,难民和公民部长。 他在任移民部长时接收了39500多名摄利亚难民,激励了加拿大人,为世界做出了榜样。 我感谢他和他的家人多年来的服务。 特鲁多没有给出麦加连被戒指的原因,但报道认为,可能是获从口出,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连针对美方将向加拿大申请引渡孟晚舟一事。 麦加连24日告诉加拿大新包记者,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,如果美国撤销,针对孟晚舟的一度申请,那就太好了。 此前,他就曾表示,孟晚舟有支持他的充分的论据,反对被引渡到美国。 其中一个论据是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,可能会在他的案件中有政治进入。 加拿大广播公司24日称,麦加连的这般话,令加政府此前有关孟晚舟案的一贯言论备受冲击。 加拿大一直坚称,其因美国要求在文革华机场扣留孟晚舟,只是遵循法律。 麦加连失言后,加拿大保守党多位人士出面,要求他下台。 保守党领袖发言人希尔·安德鲁说,特鲁多应该早点把麦加连开了,在他发表如何避免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的意见时就开调查。 布鲁克大学副教授,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前外交官伯顿Charles Burton,称,加拿大首相如此公开罢免一位大使史无前例,这意味着麦加连没有意识到,自己的言论考虑不周,损害了加拿大的利益。 前加拿大驻华大使圣雅克称,麦加连日前这些发言导致了他的辞职,不幸的是,我认为总理别无选择,只能让他辞职。 在我看来,他应该表现得克制一些。 加拿大新报,曾对此发表设评,虽然麦加连那次的发言闯了祸,他说的话确实实话,美国对华为高管的引渡,就是充满政治意图的,而麦加连不过是说出了加拿大人不方便承认的事实。 24日当晚,麦加连被迫道歉,称自己表达有误,我是言论。 麦加连发表声明称,对其救孟晚舟法律诉讼的言论,引发混乱表示遗憾,称这些言论不能准确地反映他在这一问。 提上的立场,正如加拿大政府一块表明的,此案过程中没有政治参与。 他说,作为驻华大使,我在引渡过程中,不对任何观点进行评价,也不在做决定时发挥任何作用。 在麦加连发表澄清声明前几个小时,特鲁都宽对记者表示,政府的工作重心,放在如何让被置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夫回家,撤坏麦加连不会帮助他们早一见获释。 然而,此话说完不到24小时,特鲁都便要求,并接受麦加连辞职。 针对麦加连辞前所谓的失言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指出,不管加邦怎么说,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,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。 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加邦就犯了严重错误,这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司法案件,而是严重的争执事件。 我们希望加邦能够认清这一事件的本质,不要做火中取栗的事情。 优优匣 感谢观看